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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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首先我們請吳委員致揚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继NCC现在变成张CC的打手之后 民进党政府又再度秀下线 让刚刚才落选的民进党籍的县长 就来担任中选会的主委 李靖勇为了当官跑去注销党籍 大家想想看 难道一位刚落选的民进党籍的县长 在进入中选会前赶快去注销党籍 就会立刻变成中立超然吗 大家相信吗 现在独立机关已经被民进党的落选联盟 整个吃干妈镜了 已经沦为西场的中选会 是不是已经在为选举的奥博 在做准备在做暖身了呢 民进党几乎把所有的独立机关 都变成独裁仇佣滥权的委员会 现在独立机关已经比一般的部会都还要不独立 还要不要脸 连人事案都毫不避讳的来仇佣 过去国民党团已经再三的提醒 说李静勇的这个人事案绝对不适任 可是民进党的政府却执意的进行相关的提名作业 硬干到底 再讲一遍 李静勇不会因为他去注销党籍就忽然变得非常中立 这摆明了就是仇佣 选务工作比一般的独立机关更需要公正客观 所以过去几乎都是由立场比较超然的 无党籍人士担任主委 如今却毫不避讳让绿油油的李静勇来担任 求援兼裁判 显然民进党对用人大玩两套标准 李静勇过去在败选时候 他曾经说过 让我在自己的故乡终结此生的政治生涯 因为在故乡跌倒比较不会痛 到处都是柔软的土地 讲得真是好听 真是文青啊 今天苏院长邀请你来担任中选会的主委 你却马上义不容辞的离开家乡来做官 忘记你对你家乡相亲的承诺 你叫当初支持你的人情何以堪 支持你的选民情何以堪 李静勇先生 为了你说过的话 以及支持你的选民负责吧 还有大众对你无法中立执行中选会主委任务的质疑 你应该要拒绝接任中选会的主委 来维持你自己的声誉 谢谢吴委员 下一位请征委员民中 谢谢主席 调理草案 结果民进党还没有看到草案的具体内容 就会反对而反对 现在拯救民党提出的六点一点提出说明 第一点 自由经济示范区在当时国民党占立委员多数的时候就没有通过 因为当时民进党刻意抹黑抹红宣称当时的条例草案通过 会造成中国大陆产品低价倾销 大幅影响国内的经济 会造成大量的失业 加上民进党又强力杯葛 国民党不敢强行通过 民进党阻挡拼经济的法案 历历在目 还把责任推给国民党 还质疑为什么当时不能通过 民进党真的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一点二没有税缩国家书 经济特区的设置是要吸引外国投资来台设长并创造就位机会 经济特区提供相关的租税优惠是国际的通力 假设没有吸引外资来台投资 就没有办法有效拼金金 更不可能增加税收 一点三 本土的农移工业产品会低价倾销 产业会全部接收 依照目前的修正草案 农移产品尤其是农产品的部分 内销必须经农委会的核准 所以没有伤害农国内农业的问题 另外工业产品销售到课税区 也必须课征相关的关税 没有不公平竞争的问题 另外有关所有的产品会从MIC 洗成MIT 带来中美贸易的问题 目前财政部设置的六港一空 自由经济贸易港区 现在已经在实施 就没有发生MIC 洗成MIT的问题 另外产地的认定 国际上有一套非常明确的规范 根本不会发生所谓MIC 洗成MIT的问题 另外开放中资国家沦陷 苏院长受惠造成成为中国大陆共犯 因为这个条例根本没有对 入资大幅开放 入资开放回到两岸关系条例 所以民进党又是刻意的抹黑 所以本期特别针对 参政反对的理由提出澄清 希望为了经济长远的发展 桃远一起来拼经济 民进党不要为了 为反对要反对 谢谢 谢谢曾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科委员成访 主席院长 各位委员大家早 我想我们台湾长期的高房价低薪 让年轻人都不敢生个育女 以至于我们出生率是全世界最低 那行政院日前也宣布 对于我们月收低于三万元 或是一家四口 年收少于一百二十三万者 将纳入免税的族群 并且有喊出 有感减税幸福加倍的口号 那其实免税措施 看似对青年的一项利多 但其实对于解决年轻人地性的问题 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我们也通过媒体看到国发会 在本月的十号也发布讯息指出 年轻人的低薪 其实已经不是倒退到二十年前而已 严重的是比二十年前还要少 而且只有二十年前的九成薪 所以薪资它是不争反减 所以对于低薪族群实施免税 看是一个小确幸 但是在目前税制的分歧下 年收入四十点八万以下的年轻人 尤其大多都是月薪三万以下 如果加上年终奖金 也未不一定能达到课税的标准 所以本来就是不用缴所得税 所以本席认为这项免税措施 其实是化折天主 不是雪中中担 而且是新品庄旧久了无新意 那本席严重质疑 这样真的能够有效减轻家庭负担 真的能改善低薪的困境吗 所以民众完全感受不到有感减税 幸福加倍 反而是有感低薪压力加倍 那主计总处也特别在去年底 发布最新的国人赴海外工作的调查报告 那每年我们台湾的青壮人连财不断的外流 尤其到大陆占55%最多 东南亚15% 再来才是美国或其他的区域 所以国内的工作机会不足 而且又低薪 让许多的青壮人才出走 这是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 那跟少子话一样 都是属于国安的危机 因此本席认为 要解决台湾青年地性的问题 我们朝野一定要努力来拼经济 尤其我们政府各部门一定要动起来 首先一定要创造投资的机会 赶快成立自由贸易经济特区 来吸引国际资金的投资 加速国内产业的升级 而且留住本地的产业链 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改善整个投资以及就业的环境 提升国家整体经济的成长动能 这样自然就可以改变青年地性的困境 以上谢谢 谢谢科委员 下一位请黄委员昭顺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 我们最近看到民进党 大概有一年串的动作 而这一年串的动作真的是花样百出 但是这一年串的动作 后面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们回溯 从NCC的主委被下架 然后中选会的主委 派了绿油油的李俊勇 同时为了打击假消息 大概修了八个法案 不但如此 对特定的媒体不断的开划 中天大概陆续被划了几次 紧接着我们今天又看到了 他又要修公投法 那不但是如此 连民进党自己总统的初选的办法 也可以不断的做修改 所以从这样的过程里头 我们只看到一个目的 就是2020年 民进党为了要把总统这个大位 再继续拿下来 不择手段 花样百出 奥博尽出 就是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够再继续连任 那在这样的过程里头 我们从今天看到公投法要修法 我们回溯去年公投法 当我们公投法修好的时候 那个时候 包括蔡英文总统在她的脸书上说 今日的修法的结果 是打破鸟笼 还权移民 但是去年在修法的结果里面 显示一件事 把民进党的能源政策 以及同分政策 甚至于运动证明 三个他们的主张 几乎全盘皆输的过程里面 结果今天我们看到 他要修公投法 公投法的目的 这一次不但要把公投跟大选要分开 甚至于说还要身份证等等等等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把鸟笼再关进去 把鸟笼再关进去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要提醒蔡政府 因为你既然只是要把这些所有的动作 就是让蔡英文政府 蔡英文能够再继续连任 何必大会周章 你们干脆就修 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罢免法 规定只有姓蔡的 才能够参加总统副总统的大选 不就结了吗 所以本席在这里提醒蔡政府 人民的大家都是眼光 都是大家都全部都在看 看着这个政府 到底在玩什么花样 如果大家一样的 蔡政府还是用这样的方式 企图改变选举的结果 本席在这里警告蔡政府 明年2020年的1月11号 我们相信人民 还是会再用选票 再一次的投出 对蔡政府的不信任 谢谢黄委员 下一位请领委员立场 主席各位同仁早 本席今天抱着非常沉痛的心情 向全体的国人报告 现在的执政党民进党 为了护航政府的议算 不惜牺牲新住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且过程中粗暴 以先前选举时说的 要照顾新住民的模样 完全是说一套 做一套 这样欺骗新住民 霸凌新住民的行为 令本席感到非常愤怒 本席有建议很多从业 从事渔业工作的新住民 在为取得身份证前 无法加入仪会享有劳保 所以在两年前就提出 仪会法的修正草案 让加入仪会的资格 比照我们的健保 居住满六个月即可入会 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然而农委会却 每次在民进党的护航之下 对本席出尔反尔 还百番的理由推卸责任 甚至在本周审查会中 全程躲在民进党委员的保护傘之下 连为移民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都没有 而邱毅盈 苏志芬 陈庭飞 邱志伟 郭国文 苏正清 赖瑞龙等七位民进党立委 为了通过一会的议算 用粗暴的表结 葬送逾越新住民家庭的生活保障 其中还有人认为 没有身份证就不应该有劳保的权益 本席在这边必须强调 有多少新住民从驾到台湾的第一天开始 就为了家庭的身具 在遗场 在遗传上工作辛苦的付出 而这样子高风险的环境之下 万一他们一受伤 拖垮的绝对不是一个人的 健康跟安全而已 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收入 难道民进党的眼里没有身份证 没有投票权就不值得有保障吗 就可以这样忽视吗 本席在这边正正的呼吁民进党 不要枉费新住民的基本权益 并请你们在看待少数族群的时候 用同理心的方式来对待 对得起你自己的同理心 谢谢林委员 下一位请柯委员治安 主席还有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我想今日民进党的例外还有市议员 都大肆的批评雄中教官 附入大陆学校这个做学术交流 是完全可以引起一番所谓的国安疑虑 敌我不分的事情 甚至呢还污蔑教官 会因此被中国大陆中共给吸收 我们真的要问 不过是到大陆进行所谓 创新教育学斯达教学法的 学术交流跟教学观摩 这有什么引起国安疑虑 有什么好敌我不分的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 从蔡政府上任以来 近三年 这个到大陆学术交流的教官 每年分别是从35个人到75个人 可以做报备核准 怎么过去呢 就没有所谓的国安疑虑 敌我不分 而现在呢 才来抹红教官大做文章呢 更可笑的是 教育部既然已经表示 该名教官是依照程序报备申请 合乎规定 但是呢 为了迎合民进党府院 以及民旦揣摩上议 潘部长竟然表示 会再了解教官 是不是依照申请内容来参加活动 依照教育部的逻辑 难道过去到大陆去做学术交流的教官 都不需要再重新调查吗 都要了解看看到底有没有违反国家安全的疑虑吗 教育部更是建议 未来不该由单纯由教育部来审查 国防部也应该来做共同把关的工作 避免落入统战的陷阱 结果呢 反被国防部来打脸 国防部说他们只审视现役的军人 教官的部分呢 应该由教育部来做一个审查 两步互踢皮球 只是凸显蔡政府 根本只是想要绿色思想检查 政治介入教育 抹红学术的一个交流 教育中立 政治不应该介入校园 一直是我们努力 以及标榜的一个目标 任何的政党都不应该介入学校的运作 公务的机关更不能够鼓吹 配合特定的政治立场 教育部作为教育 全国最高的一个指导的一个行政机关 竟然是配合政党政治议题的一个操作 以公权力公然的介入教育 以及学术的交流 自甘沦为政治的一个打手 如此一来 你只会折杀教育人员的教学的热忱 钳制学术交流的一个自由思考 教官附入不过是一个学术交流 不应该因为他的身份 而有这么多过多的抹红 以及过多的污蔑 我们还是强调 教育是国之根本 也是百年大计 教育学术交流就应该回归到最基本的核心价值 让学生能够获得好的学习品质 而且我们也相信 透过学术交流 鼓励教育人员 当然包括教官 可以突破 而且具有创新的思维 来提高我们的教育的品质 教育不应该被扭曲 教育人员的努力 更应该不应该被抹杀 谢谢科委员 登记国事论坛 发言的委员 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言